由疫情重災区美国在经历一波盘神后 曲线出现回落 27号新增5.8万人确诊 睽違两个礼拜再次降到五字头 总计超过437万人确诊 接着看到欧洲 西班牙曲线进入7月中揍身 连日新增染疫人数都在一两千 周末数据暂停更新 英国上下起伏的曲线在19号之后略为持稳 27号新增745人确诊 总病例数逼近30万大关 至于法国方面 进入7月后有压平趋势的曲线 近日却出现攀升 日增甚至破迁 周末数据暂停更新 目前确诊数为18万人 德国曲线起伏震荡 27号新增409人确诊 现在更传出有农场爆发群聚感染 疫情恐怕再反扑 目前总确诊数突破20万大关 再来看到亚洲 日本曲线近来持续走高 根据NHK数据 最新单日新增确诊数字为835人 累计感染人数已超过3万 南韩当日新增病例 时隔一周 再次降到30人以下 最新数字为25人确诊 目前总计1.4万多人染疫 中国从17号开始 连日出现两位数增长 曲线节节攀升 近来辽宁大连疫情升高 过去24小时再新增61人确诊 再来看到亚洲疫情最严重的印度 疫情持续爆发 当日新增在20号突破4万后 随即又跨越5万大关 全国总确诊数已经来到143万 新加坡曲线 这5天来出现一小波走洋 过去日4小时新增481人 目前总确诊数已突破5万人 印尼疫情持续拉警报 尽管出现9天来的低点 但最新数字依然有上千人确诊 总计染疫人数来到9.8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